案情指,申請人是一個自91年在香港做家用的菲律賓女子,以及她是96年生的兒子。申請人認為自己已經融入香港生活, 兒子學習本地語言,亦與菲律賓沒有聯繫。入警署處理他們的居留申請時忽略這方面的因素, 只考慮兩個人在菲律賓的背景是不公平。法官接納政府一方指,申請人有出席教會聚會, 以及參與看落活動,但並非實質行動,視香港為永久居住地。 至於她的兒子雖然在香港出生,但曾離開過香港,並沒有在香港連續居住7年, 所以不符合永久居民資格。這宗案是第三宗同類案件,法官就第一宗案已裁定入檢條例違憲。 政府亦在早前表明,繼續暫停處理外用居港的申請, 認為有關的做法不會構成藐視法庭或破壞法治。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岡城報導。